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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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Hello World的图片和刚才的对比 这样的图片是不是更加的好看呢 接下来的课程我们将讲解一下这些代码的距离含义 让大家更深刻的了解一下SPL 刚才是我为大家做的代码演示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下一模块的讲解 代码的讲解 我将讲解一下刚才我所展示的代码的含义 还有它的意义 来帮助大家理解 既然我们已经配置好了SPL 那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能加载并显示一张图片 基本图形的程序了 接下来我将讲解一下这些代码的含义 我对这些代码都做了一定的注视 我将具体讲解一下它的参数的功能 还有它具体所实现的目的 首先我们在魅含书的顶部定义了两个指针 SPL server 这两个指针一个是hello 一个是screen 它们都指向一个空类型 因为我们每次定义指针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指针进行初始化 这两个指针的目的是用来处理两张图片 第一个图片是加载并显示图片 第二个图片的功能是在屏幕上可见的窗口 现在我们已经做好了声明 接下来我们将用spl8这个函数来启动spl 只有用到这个函数 我们才能调用spl的所有子系统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使用spl的图形函数 下面我们调用了spl theta video mode 这个函数是用来建立一个长宽 还有它的位是多道位的窗口 它的最后它的这个spl3这个功能是将表面存放在软件内存中 因为我们每次使用的时候都需要从内存中读取 将函数加载完毕之后 我们需要我们返回了一个指向新建窗口的表面指针 随后我们可以使用它了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数字 它的三个数字的含义分别代表图片的长宽 还有它的位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任意定义 这个32是spl库所能加载的最高位 我们加载好图片之后 我们需要将图片显示到窗口上 这个函数的功能是加载图片 它需要默认一个路径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将图片和函数放在一个文件夹里 因此我们只需输入它的文件名就可以了 在加载完图片之后 我们需要将图片应用到窗口上 我们就需要用spl的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有四个参数 其中第一个参数是原表面 第三个参数是目的表面 它的功能是将原表面粘贴到目的表面上 在这个程序里面 它是将加载好的图片应用到窗口上 在后面的教育程中 我们将讲解其他的参数的功能 既然我们已经加载好了 图片并把它显示在窗口上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用spl philip这个函数来更新我们的窗口 如果我们不更新窗口的话 我们只能看到一个空窗口 在更新完之后 我们为了避免它一闪而过 我们需要用spldelay这个函数 来让它停留更长的时间 在第四课中 我们将学习用更好的方式来保持窗口的可见 既然我们已经完成了spl的加载 让它显示到窗口上 并且让它显示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需要清除这张图片 因为我们完成这个代码之后 我们需要关闭这个程序 所以我们需要清除它在内存中的空间 因为我们程序可能不再使用这张图片了 所以我们需要加上层内存中移住 你不必使用 你不能仅仅使用我们在C语言中使用的delay 这个关键词 你必须使用spl中 所应用到的free server 来使这个空间清除 在清除之后 我们需要在末尾使用spl 来关闭spl 你可能会问我 为什么我们没有删除窗口表面的函数呢 因为我们使用spl 这个函数我们就可以将它自动清除 一会儿我会将这些代码 放在一个txt文档里面 放在我的课程下面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将它复制到自己的边缘环境里面 来体会一下它的功能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来告诉我 可以给你讲解 接下来我将在画头里面 画一张图片来加载它 让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我写了一个你好的字 在这个图片上 接下来我们需要将它保存一下 大家要记住我们保存的格式 必须是bmp 因为spl只能加载bmp格式的图片 我们将它命名一下 因为刚才我设置的路径为hello 所以它的名字就是hello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完之后 我们需要将这个图片放在 我们跟我们那些文件 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需要将它粘贴一下 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spl 我们的程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加载在上面了 你可以写任何样子的图片 来观看 刚才我们完成了对代码的讲解 接下来我们将讲解spl扩展库 来加载更多格式的图片 有些东西会不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当我们从网上下载了一个 非常好看的图片 但是它不是bmp格式的时候 我们将怎么办呢 因此我们需要加载spl扩展库 大家可以到第一课中 我们所讲到的那个网站 来下载库文件 它的库文件名字是spl image 这里面也有相应的inclu和lib 这两个文件的操作 和我们第一课讲的相似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去网上查一下教程 或者看一下我第一课所讲的内容 当我们配置好之后 我们可以加载更多格式的图片 比如你从网上找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图片 它是任何格式的我们都可以加载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库文件 当我们编写好这个库文件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在coderblog这个编写环境下 继续操作的基本配置时 我们已经用到了 但是我们只用到了前面这几个内容 接下来我们需要增加一下这段代码 因为只有增加了这个 我们才能调用我们刚才所配置好的更多库 来加载更多的图形的文件 在这节课中我们只是简单的讲解一下 sdl库展库加载更多图片的方式 我们只需要和第一课一样去 将一些库文件放在我们指定的地方就可以了 在下节课中我们将讲解 如何利用这些库文件来加载更多格式的图片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发邮件给我或者给我留言 我们做一下简单的总结吧 在这节课中我们主要的内容是讲解了一下 sdl风格的Hello World的演示 还有最代码的简单讲解 大家课下的时候可以自己练一下代码的使用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